要解決剛剛第三個 這個應該是今天最難的 就這個 上面是輸出公式 這個比較簡單 我先demo一下 所以這清除掉 這個是輸出公式 這個上面可以看到 有沒有 這邊有一串公式 那所以你會發現 這背後其實就存這些東西 有沒有 那將來如果說 用這種方式的缺點 就是說它即便裡面是 你看到是空的 可是它其實存在儲存格裡面 還是會佔用很大的空間 去存這一大堆的程式 那如果數量一多起來 你會發現這個檔案就會變得很肥大 這個也是之前常常complain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想解決這個問題 你可能要改成下面這個程式 就是沒有底線公式的SUB 按下去給各位看 清除一下 有沒有 你會發現 游標放這邊 那這個時候呢 它裡面本來是空的 它在它實際上裡面也會是空的 那它輸出的第三屆冠軍有沒有 五個字呢 那也會只有五個字 它就不會有多那麼多的公式在裡面 但是為了要達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有沒有 那你該怎麼做 其實它很簡單 就是反正我們就不要輸出公式 可是你如果不要輸出公式的話 你可能就需要做幾件事情 就是說你必須要把原來Essale裡面的公式 用到的函數有沒有 把它轉換到VBA裡面去 也就是這些事情要在VBA裡面被處理掉 所以可能你可能要想一下 在VBA裡面有沒有尋找這方面的函數 然後有沒有切割 MID好像一模一樣 名稱也是叫MID 那IfAir它沒有Evair 但是它有If邏輯判斷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把它改成 改成這種方式的話 其實就是把這三個函數換到VBA裡面 被執行 所以做法上怎麼做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一樣這個是做出來的 當然我們從頭看 當然我這一段怎麼寫 第一個我乾脆拿這個來 直接來複製過來好了 所以它叫Sub刮斧字串 Enter OK 那第二個的話 我們因為這裡面有用Find 那Find的話其實基本上 在VBA裡面它沒有Find這個函數 但是它有另外一個 它叫做InTree 就是另外一個函數 那我要怎麼樣去尋找錢刮斧的位置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以用那個InTree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VBA裡面 到底有多少個函數的話 其實有個方法很簡單 你就是在這個地方 程式輸入之前你先打一個VBA 那它就把它當一個物件 你點下去之後它底下就會列一個清單 這裡面所有顯示出來的 就是VBA裡面所有的函數 那其中我後來找了一下 其中有一個如果你要尋找文字的話 有一個有點類像Find 但是它名稱不叫Find 它叫In 這個應該可以 In的話在有沒有 STR就是String 就是字串 InTree 這個函數它具備有尋找的功能 那至於說 你說老師 那如果假如我不知道說這個InTree怎麼用的話 教各位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你說 除了說你去圖書館借Excel VBA書籍之外 有個很簡單的方法 記得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功能鍵叫F1 F1就是呼叫說明檔 F1按下去 你會發現它就會幫你把那個說明檔自動叫出來了 有沒有 這邊會出現InTree 然後它至於要怎麼用 語法要怎麼做 怎麼設定 回傳什麼東西 還有範例等等的 這邊都會顯示出來 那根據這個說明裡面的話 我們大概可以知道 它需要至少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的話 是你要去哪邊 就是哪個儲存格 第二個的話 去找什麼樣的 它其實跟Find很像 只是說它的參數順序剛好顛倒 也就是說先去哪邊找 所以我知道這個訊息之後的話 我跟它講說 你幫我在這邊找 這個是哪裡 這個儲存格叫Sales 第幾列呢 我們第三列裡面的B欄 你幫我在B欄 不 應該是A欄 幫我在A欄裡面找找看 就是A3裡面找找看 有沒有什麼東西呢 有沒有錢瓜糊這個東西 可是問題我還要找後瓜糊 所以在VBA的寫法有個變數 我加個A好了 A等於 那這個時候 如果假如 我後面好像少一個 少一個逗點 這邊要加一個逗點 OK In3碼 然後去哪邊找 去這邊找找看 然後找什麼東西呢 這個是指的是這個 這邊找找看 幫我找這個東西 那他找應該會 有得到第三嘛 一樣嘛 然後呢 我就把3這個訊息 放在A裡面 A是個變數 好 那一樣的道理 我要找後瓜糊 所以我就把那個 後瓜糊的訊息 把這一行 一樣把它複製好了 然後這邊改成B好了 那所以B得到的就是 後瓜糊的位置 後瓜糊一下 OK 然後這樣應該是9 所以第九個 所以如果我想要把最後的結果 放到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話 那我可以打一個什麼 打一個Sales 輸出的位置在哪裡呢 輸出到第三列的B欄 OK 就是B3這邊 等於什麼呢 一樣用MID 那在VBA裡面 跟你是有一樣 名稱都一樣叫MID 那他會問你說 那你要切割的資料在哪裡 幫我把這個儲存格做切割 所以這個儲存格一樣叫Sales 第幾列呢 第三列 然後哪一欄呢 A欄 幫我把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做切割 那要怎麼切割呢 逗點 第二個問題 其實它的那個參數一樣是三個啦 所以第二個問題一樣是 STAR NUMBER 哪一個字 從哪個字開始啊 那因為前面我們有A嘛 A的話是前刮奧的位置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應該給什麼呢 哪個字開始 A加1就可以了 因為前刮奧的位置加1嘛 逗點 好 那Lags有幾個字啦 其實跟Excel那個函數一樣 OK 幾個字 那幾個字的話呢 我們剛剛的公式 把後刮奧的位置 後刮奧的位置不是就B嗎 所以B-A 再-E 那就OK了 所以後刮奧一下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把它輸出看看 這邊先清掉好了 清除 然後輸出 不過目前只有寫一個喔 OK 執行看看 有沒有發現 第三屆冠軍有沒有 就會被輸出了 那你看得到的結果呢 他也會得到的是第三屆冠軍 而沒有其他的東西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 E3 這個函數呢 跟φ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 他的刮鬍有沒有 是放在後面 不是放 顛倒一下 前面這個是去哪個儲存格 去這個儲存格 就A3嘛 幫我找找看 所以A裡面是放3 B裡面是放9 所以再把這一個結果串完之後 再把它輸出到這邊 就得到第三屆冠軍了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有沒有 這個後面是切割資料 放到前面去的意思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等號實際上 就把後面的結果 放到前面去啦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第一個喔 那接下來第二個理想說 老師那全部怎麼做 一樣嘛 全部的話就是 再跑一個回圈 不就搞定了 有沒有 所以喔 待會就是把這個for回圈有沒有 把它包在這三行的外面 應該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不過呢 會衍生另外一個問題發生 這個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那這一段如果假設到 你實在是有點障礙的話 雲端白板上面應該也是有 我看一下雲端白板上面 在第五頁的地方 剛剛寫的一模一樣在這裡 OK 試試看喔